地藏菩萨本宴经 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必知佛地 此菩萨微神试验不可思宜 若未来是有善男子善女人 文士菩萨明智 佛赞叹佛赞礼 佛称名佛供养 乃至彩化科洛朔期形象 世人当的白盘生意三十三天 永不斗恶道 这里是释迦牟尼佛 讲这个地藏菩萨 曾经当过这个声闻 声闻呢 我们小的就是小圣的声闻 一般来讲讲我们讲声闻形 就是讲阿罗汉 声闻呢就是一种阿罗汉 那么他曾经修过这个清净的法 那为什么这个叫声闻呢 它是依这个声音 依文法 文如来的声音 来开悟的 所以才叫做声闻 那么必知佛呢 就是颜洁 我们称为这是依照这个种种的因缘去修行 得到开悟的 这个就是毕之佛 也就是颜洁 颜洁比声闻呢 他的境界还高一点 那么颜洁呢 我们也有这样子讲 好像是说依照环境的因缘去修 好像我们行则也有很多人 都是用这个方法去修行 这个冬天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去写地 下雪的地方去静坐 看那个雪花 在细空中这样飘飘下来 那么这个环境呢 也可以令你 因为这样子的环境 得到开悟的 你看那个雪 看那个雪 会想 这个雪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很晓得这个雪是因为 虚空中啊 有云 那么下雨 那雨到半空中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股气流 这个气流可以把这些水分呢 转成雪 那就下来了 那么天气热 当然 这个热的气团不能沉雪 那么太冷 真的很冷的时候 也不能沉雪 也不会下雪 总之它有这个成为雪的这种因缘 那我们在西雅图呢 美国西雅图这里 曾经有一年呢 下雪 那个雪片呢 跟那个棉被一样大 你从来没有看过那个雪片 本来那个雪呀 像白色的花 有很多呢 有一年我们做法会的时候 下雪 像那雪花 像白色的花一样 这个都可以观想 西空中有很多的这个白色的花 很美 那下雪一片一片的像棉被一样 这样下来 很吓人 是很吓人的 有这么大的雪 雪大的时候也是很吓人 那么由这个雪呀 可以观想到这个水 雨水 由雨水呀 可以观想到云 那么由云呢 可以观想到水蒸气 水蒸气呀 就是依照这种因缘去观想 然后开悟了这种因缘 这个就是言诀 那这一种修行的方法 就是言诀 就是必知福 那么你春天呢 的时候到了 春天呢 那么你可以听到鸟语 鸟在叫 鸟语 听看到这个花 春天的时候看很多花 春天的时候看很多花 那么你禅定了 就坐在百花面前 这样子禅定 看那些花 你可以想到 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多的花 你也可以想到 怎么这么多颜色的花 你看到很多很漂亮颜色的百花 然后你观想这些花 然后你观想这些花 这么多的颜色 这么美 再隔几天再看它们 你看到这个花凋零了 残败了 凌落了 甚至于花也不知道 这么漂亮的花也不知道到哪里去 这个时候啊 你就可以有一种捷物产生出来 再漂亮的东西啊 结果就变成一支根 春这支啊 干干的枯跟枯根一样 可以想到的 可以想到你现在正在青春啊 像一斗花这个木放啊 但是不久啊 你就会变成鸡皮 鸡皮啊 还有那个啊 在美国啊 讲的特鸡 特鸡 你知道那个特鸡啊 就是那火鸡 啊 不是这个 fire chicken 是特鸡 那么这个特鸡呢 它的下巴 那种 掉着那一种垂下来 那一种啊 你会想到你老的时候会变成这样 你的下巴会很尖 底下下巴这里捧着也捧着 这样子 很难看的 老的时候啊 真的每一个都好像每一个女人啊 到老的时候都会变成这个witch witch 就是那个我们 还成国语就是无博 无博 那一种样子 物博那一种样子 哇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 使漂亮的花啊 都会变成干枯的干草的 由这一点呢 由因缘 这些因缘 让你得到一种洁悟 一种开悟 就叫做言解 就叫做言解 有时候啊 我们斜禅的人 斜禅的人 在森林里面打坐 斜禅的人在森林里面打坐 突然间一片树叶 在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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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言解 这是依照这个落叶 敲头的时候啊 你突然间有所醒悟 突然间有所悟尽 你这个时候突然间心开了 了解世间上的种种的这个真理 那么这个就是叫做 碧之佛 就是言解 我们看了高山流水 都也会有所醒悟 像我现在在画画 画这个高山 画山水 台湾画叫做尾山尾水 画山画水 画山 画那个 留下来这些瀑布 有时候你看水 看着水 这样子去禅定 那么有时候你看着山 这样子去入定 这个山也会给我们有所启示 谁也会给我们有所启示 日本的修行人喜欢他在那个瀑布底下 这个念咒 那个秘教 像那个偏照金刚空海 他以前在日本修行人喜欢找那个瀑布 他以前在日本修行的时候喜欢找那个瀑布 然后手啊就结印 他念咒 念咒的声音啊 瀑布从这个水啊从头上淋下来 念咒的声音啊要大过于那个瀑布 然后只有听到这个念咒的声音 没有听到水声 他的这个 咒的力量啊就威力也非常的威满 其实在瀑布底下修行啊 也会让你有所这个开悟 但是我讲过啊 你们不要找那个那个水力很大的瀑布 你站在底下一下子 你就头就断了 瀑布那个水很厉害 我们要找的是那个小便瀑布 不是很大啊 那个淋在头上就可以了 淋在头上呢 四散下来啊 那个以前他们日本人很多人呢 习禅啊 习密啊 就是在瀑布底下去修 这个有瀑布的修行法 有瀑布的修行法 这个这种修行法 由借着某一个东西的阴言来修啊 就是叫做言解 那现代人修行呢 也有借音乐的 就换一个很好的这个音乐 那么那个音乐的那个声音啊 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美 能够把你的心灵带动 带动你的心灵呢 进入一种很微妙的 这个禅定的这种境界里面去 这个也是有的 这个借着东西啊 借着这个周围 环境的音乐来修 而得到开悟的 就叫做必知佛 叫做必知佛 就是言解 所以在四圣界里面呢 我们晓得深文言解菩萨佛就叫做四圣 就叫做四圣 那么释迦牟尼佛告诉文之师利 他说地藏菩萨的威神啊 他的试验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地藏菩萨他过去啊 他当过深文 闻深文 当过言解 依照应言去修而开悟 这是四圣界的第二个阶段了 那么所以呢 这个地藏菩萨 他的试验呢 他所发的试 他所发出来的艳历啊 不可思议 没有办法去想 无边无际的 没有办法去想出 他的这个试啊 是不可思议的 假如在未来试 以后呢 在未来的试中啊 有这个心 善男子 就是善性啊 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善性啊 善男性女啊 善男性女 有善男子 善女人 就是说 有这个很好音言啊 行善的男子女人 闻世菩萨 听到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字 听到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字 佛赞叹 你很赞叹地藏菩萨的愿意 你说哎呀 地藏菩萨实在了不起 这个就是赞叹 地藏菩萨的愿实在很伟大 这个就是赞叹 地藏菩萨的功德 非常的深 这个就是赞叹 赞叹 佛赞礼 赞礼呢 是非常的仰慕 那么恭敬 礼拜 都是叫做赞礼 我们晓得是很赞扬 那么很恭敬 跟地藏菩萨 做恭敬礼 霍称明 这里的称明呢 我们就可以讲是念佛 念地藏菩萨 南无地藏菩萨 就是皈依地藏菩萨了 这个称明 南无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这样子称他的名号 佛供养 供养呢 花 香啊 灯啊 茶 果啊 这个五供啊 八供啊 这个三十七供啊 二十一供啊 这样子去做广大的 去供养地藏菩萨 乃至彩画 柯 苛啊 这个彩画呢 你这个假如有画画的本领呢 或者你就去画 画南无地藏菩萨 带五佛观 相貌庄严 垂着双眠 他的这个 这个迪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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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其作他的这个 我们以前就念不出他那个法座的那个名字 我们就先说独角兽 独角 我们以前是念他为独角兽 其实不是的 但是那个字很难写又很难念的 这个 你就是画他的形象 他持着那个西藏 西藏 持着西藏 用画的 或者用雕刻的 色漆的 给他上漆 刻他的地藏菩萨形象 世人当的白盘生意三十三天 你只要这样子做 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 供养他 以他的形象来供养 来礼拜 来仰慕 来赞叹 他说 这样子呢 你可以往生天上 他说一百次白盘 就是说 又来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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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一百次 一百次生意三十三天 永远不会堕落到三恶道 恶道就是 第一道 恶鬼道 畜生道 不会堕落 不会堕落到三恶道 那么他在这里这样子 这个佛陀这样子讲 就可以这个可以讲就可以破除很多的谣言 我听见以前这个有谣言 有人在家里供奉地藏菩萨 一个法师到他家里来就说 哎呀你怎么可以供奉地藏菩萨呢 不得了啊 地藏菩萨是 是阴的啊 他是阴的 他就是法师就讲 他因为不了解 他就讲说地藏菩萨是阴的 他们专管阴的 你家里供奉地藏菩萨 你家里全是阴的哦 哦 讲到那个人 我会怕死 他马上不敢供奉这个地藏菩萨 他很多谣传说 哎你诗人家里不可以供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只是可以供在这个 啊 Temple 这个试验里面 他不可以供在一般诗人的家里 这个就是谣言 又讲说这个 啊 你不可以念往生咒 你念往生咒 所有阴的鬼都来了 啊 你不可以供地藏菩萨 因为地藏菩萨在阴间啊 所以你家就变成 这个阴间啊 啊 就是变成那个 大家一般人啊 知识不够了 知识不够了 一听 哇 地藏菩萨是管阴的 那他我们供奉他呢 我们家就变成阴间道场 那一天到晚这个鬼叫啊 什么东西都来 就是心里就害怕 又知识又不是很高 一听到这个法师讲呢 或者有人谣言呢 这个诗人家里都不敢供地藏菩萨 那当初我在台湾的时候啊 因为很多人不敢供地藏菩萨 就把地藏菩萨的这个雕像啊 全部送到我家来 我一下就赚了很多 其实地藏菩萨按照佛陀今天所讲的 在地藏菩萨本宴经里面讲 他的功德是无穷尽的 你供养他 赞叹他 念地藏菩萨的名号 一百次来回人天之间啊 生离三十三天 永远不会堕落到恶道的 我认为是供养地藏菩萨很有福分 我跟大家讲过 我本人啊 是当然我以前是在这个中和大楼 第一个请的是观世音菩萨 因为那一尊观世音菩萨坏了 他手上的这个甘露瓶呢 他的净瓶断了 那么断了呢 那个是磁像 是磁器做的观世音菩萨 断了那个人说 这个手上的净瓶没有了 我没有关系 我说没有关系 你算便宜一点卖给我 我记得好像只买了十五块钱 还是多少 很便宜的我买了一尊观世音菩萨 回去放在我床头就供养 床头我那时候不懂得这个供坛层 我就放在这个窗子 那个窗子 关关的比较小就把这一尊放走 我这样用窗子给他夹住 他比较不会掉下来 这个请回去供观音 观音真的 让我显现让我看到 很清楚的 虽然是坏的断的 但是一样有功德 供观音 我第一尊供的是观音 但是第一尊木雕的木陀器雕刻的就是地藏扑上 那时候我在金钟存一点薪水就到雕佛殿 台中市那一条路也是属于中正路 台中市中正路 中正路那一条 有几家这个雕佛殿 有几家雕佛殿在那边 我就找了一家雕佛殿 我说我要雕一尊地藏菩萨 小尊的 我要小尊的 因为我很想啊 说我出门的时候 带在身上一起出去 这样子 我那时候想法想的很天真 没有雕出来是这样大 这样大 就在这里嘛 现在目前也是在坛城这一尊 很小 很小 那时候啊 没有什么钱 没有什么钱 但是那个 他的雕工啊 也不是很好 粗 很粗的雕工 这第一尊 我雕的地藏扑上 我供养他 赞叹 供养 礼拜 这样子做 我自己这样子认为 我本来福分很少的 我的福分很少 我没有什么福分 我一生当中的灾难很多啊 而且啊 恶运很多 小的时候啊 一直到初中 高中 都是很辛苦的 大学 然后在社会做事 一生的遭遇啊 都是 命运都不好 没有什么福分 但是我自己认为 但是我自己认为 我就是这样子 雕了这样子 一尊的地藏菩萨以后啊 才转变我自己的福分 才转变我自己的福分 我认为就是雕刻的地藏菩萨 供养他 赞叹他 礼拜他 结果得到很大的缘分 那这一尊地藏菩萨 也是给我最多的灵感 很多感应的事情 以后我做超度啊 不得了的 那是阴阳会 阴阳会 阳间的人去看到阴间 阴间的人来出来 跟阳间的人面会 每一次超度都会等于面会 这个都是地藏菩萨帮忙 地藏菩萨 所以地藏菩萨真的有很大 不可思宜的威德 从这个叼了地藏菩萨以后 我的命运就改变 就变成 自己就有很大的威德 自己就有很大的福分 自己能够这样子 我以前经常跟地藏王菩萨祈祷 拜托 everyday have the big money coming 这个也是跟他求啊 福分啊 这个他都会给你的 多跟少而已 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佛菩萨只有两尊 是从我台湾请过来的 原来的这个慈相的观音 还留在台湾 跟着我过 过海到这个美国 来的就是阿弥陀佛 那个小尊的那尊阿弥陀佛 跟着我飘洋过海 到美国来 一尊阿弥陀佛 一尊就是地藏菩萨 另外还有一尊就是姚慈金母 姚慈金母因为比较大尊 所以我先请这个联火上司 先带走 他比较大尊 他先来 所以姚慈金母他先到美国 他是先来 就是现在目前在谈成 这尊姚慈金母是联火上司从台湾 先请来的 我身上我的皮包里面 我的皮箱里面 有两尊 一尊就是阿弥陀佛 一尊就是地藏菩萨 你看我一尊我一身当中尊从三个 一个就是姚慈金母 一个就是阿弥陀佛 一个就是地藏菩萨 这三尊都随我到了美国 这三尊都随我到了美国 原来就是在台湾公共 最早的雕刻的就是地藏菩萨 第一尊用木头去雕的雕刻 这是地藏菩萨 他使我转变整个人生的命运 所以地藏菩萨的威德 跟他的这个 这个力量啊 他的法力啊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今天 Om 阿弥陀佛 Om 阿弥陀佛 原来就是地藏菩萨 也是无法值